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爱新闻 新闻开始来关心雨市区缓了 云林从豪雨特报转为大雨 不过今天早上10点台西累积雨量达到109毫米 气象局持续针对几个地方发布大雨特报 包括基隆 新北市 台北市 桃源市 看到嘉义以北的地方 黄通通的部分虽然影响的范围缩小了 不过还是要注意局部大雨 另外还有雷急墙震风 大雨意外频传在新北市的秀山路 今天早上7点多 就发生了挡土墙摊风的意外 路旁的土石突然滑落 树木也倾倒在路上 当地居民因此无法正常的进出 警方封锁现场 驱攻所立即派员前往清理土石 透过照片可以看到 戏指秀山路的边坡挡土墙 已经被落石冲破 阻挡对外马路通行 警方也在现场拉起封锁线 禁止民众通过以免发生危险 新北市公务局养工处在街道通知后 已经前往清理落石 道路在接近11点的时候抢通了 而至于上方边坡的土石状况 也在持续警戒中 避免进一步摊防 好天雨路滑台中 昨天傍晚下起 倾盆大雨 一名男子疑似是失足 掉落南屯西 消防人员出动近百人搜索 但是还没有找到 而在清晨4点多 强风好雨伴随雷击短短一个小时 气象战侦测到超过700次雷击 台中地区清晨4点多 下起强阵雨伴随雷击 持续至少一个小时 民众睡梦中惊醒 他说妈妈 昨天的雷声怎么好大声 好大声 冰箱冰箱冰箱 我都没办法睡着 透过中央气象局的 及时影像资料 清晨4点多开始 台中从靠海的无气地区 一直往市中心 不断有闪电发生 非常密集 以台中气象站为中心点的话 方便40公里 大概4点到5点 我们两个大概有 711次闪电的资料 苗栗地区23号傍晚 也下起大雨 行进间的车辆 能见度很低 因为这一波梅雨封面 对流旺盛 民众要多留意 23号晚上7点多 台中下起大雨 南屯溪水暴涨 一名男子不慎落水 消防人员出动 上百人搜救 大概设几个蓝检点 我们设了三个蓝检点 但水势相当湍急 消防人员沿下游 设置蓝检点 希望能够赶快找到 男子下落 大爱新闻中部 总和报道 下雨之后就怕 登革热疫情 在高雄又增了一例 三名区安吉里 一位60多岁的男子 因为出现发烧 头痛 关节痛等症状 就与检验之后 确定是第24例 登革热确诊病例 这一名确诊的案例 是一名60多岁的男性 近期不曾出国 生活圈几乎都停留 在金石湖市场周边 检验结果也确定是 第四型的本土登革热 由于高市在今年累计 本土登革热个案 其中有20例都住在 金石湖周边四个里 因此卫生局不排除 金石湖周边还有感染源 希望提高金石湖水位 利用生物工法达到防治 而今下午将会 再次前往防疫检查 国际新闻来看 意大利不接受难民 有53名的难民困在海上 权盛的情况一天比一天糟糕 意大利总统不顾国际社会的反对 签署国家安全和移民管制新法令 让内政部得以向许多 非盈利组织施压 停止地中海海域的难民搜救行动 在海上救难人员的陪同下 民众身上裹着热毯 漫步走上岸 我们想到 看到海上救难人员的陪同下 43人 被拒绝了一个保护 人员的陪同下 这批幸运的图尼西亚难民 21号晚间顺利在意大利 拉姆培杜萨岛上岸 但在地中海 国际救援组织 海上观察的救援船 就没那么幸运了 12号从利比亚沿岸救起 53位难民 因为意大利新法限制 导致这艘船 快要两个星期都无法靠岸 这项新法是意大利国会 11号针对国家安全和移民管制 所订定的规定 给予内政部权利 可以对许多非营利组织施压 来限制他们在地中海海域的 难民搜救行动 海上观察的发言人表示 救难船上的10名难民 基于医疗原因获准上岸 但剩下的人还在苦苦等待 他们也呼吁意大利政府不要阻挠救援行动 不过根据官方数据显示 意大利内政部长萨尔维尼上任后 入境意大利的难民人数急速下降 从年初到现在有2144位难民 和2018年同期相比下降了85% 大爱新闻笑容编译 而在叙利亚西北部的300万人口中 有一半都是从各地为了逃离战火的难民 没有干净的饮水和食物 医疗资源也相当缺乏 因此当地人只能依赖 国外的非营利组织进驻 为他们提供临时诊所 还有医护人员 牙医师安抚 坐在诊疗以上的小男孩 准备帮他看牙 这位牙医马拉维开着移动诊所车 没几个月就转移阵地 在叙利亚和土耳其边界 反抗军管辖区内的 几个难民营来回穿梭 治疗不能到城里看医生的病患 当地许多人为了躲避四月底 爆发的新一轮战火 而来到西北部 其他国家的非营利组织 尽力为他们提供免费住宿 和相关设施 包括医疗设备和临时诊所 在一处收容 一万四千位难民的营地里 还有一位专门帮助战争伤者 和瘫痪孩童的物理治疗师 这些零食诊所 仰赖国外捐助 物资供应不稳 当地的医护人员 是难民唯一的希望 但是除了医疗需求 基本饮食不干净 民众也极度缺乏营养 恢复健康 没有足够食物增加抵抗力 容易生病 医疗资源又少 不时爆发的战火 让民众难以脱离这恶行循环 根据联合国估计 叙利亚西北部有300万人口 当中有一半 都是从各地逃离炮火的人 这些居民只能继续祈祷战争平息 早点恢复以往的正常生活 大爱新闻 郑宇轩编译 临时搭建的巨型帐篷倒塌 造成至少14人死亡 这是在印度 总理莫迪在第一时间 在推特上为罹难者致哀 巨型白色屋顶整个下陷 还有人受困在内 外面民众相当焦急 不停哭泣 印度西部拉吉斯坦省 23号下午发生一起严重意外 临时搭建的帐篷屋顶突然坍塌 当时里面正举行一场宗教仪式 由大批印度教信徒来不及逃生 警方表示因为突如其来的闪电和大雨 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故 导致不少人被压在瓦砾堆底下 部分甚至因为触电而不幸丧命 救护车也紧急赶往现场 将伤患医送往医院治疗 印度总理莫迪第一时间在推特上表达哀悼 随后前往医院探视伤者 目前相关单位也正在进一步 厘清事发原因 大爱新闻阳情编译 土耳其大臣伊斯坦堡二次市长选举结果出炉 再度由在野党候选人伊玛莫鲁获胜 而让总统爱尔顿领导的执政党相当没面子 从空中俯瞰密密麻麻 全都是来庆祝伊玛莫鲁再度当选市长 3月底第一次市长投票时 伊玛莫鲁以近50%的得票率 击败执政党派出的候选人 由于双方票数相当接近 因此执政党提出重新选举的要求 拔除伊玛莫鲁才当了约20天的市长资格 引发群众不满 这也让伊玛莫鲁在二次的选举中大胜 专家认为许多亲政府的团体恐怕将会因此失去补助破产 对总统爱尔顿的影响力将会是一技重疾 回到台湾正言上人行脚 今天在新店禁司堂 新店借治所所长感恩志工的关怀 带动收容人孝顺行善 还有新住民丹妻妈妈感谢此季伸出援手 让她度过最困难的时刻 他们都希望改变 只是找不到一个门让他们进来这样子 20年来三度进出监狱 彭文松痛顶思痛 接触此季后提醒自己不再迷失 他也跟着志工付出关怀 让更多更生人走回正途 我感觉真真是想做人 真是很顺利我白白的浪费我的青春 这一路评查是在好礼之间 那所住好礼并不困难 所以过后两头 莫忘这一面 进化人心让社会祥和 慈接志工也到新店借治所协助教化工作 举办茶会品味人文 而感恩家庭日让学员帮妈妈洗脚 透过简单的动作展现孝心 他是一个围墙比较高 大家认为是一个建立的地方 实际这些师兄姐 愿意走到我们围墙 愿意教导我们 我相信假以时日 这一位同学也会改变他自己 志工们用心陪伴 也让这位来自印尼的单亲妈妈 能够顺利养大四个孩子 感谢菩萨 让我很多贵人 带着大儿子来表达谢意 李培之也成为慈祭志工 14年做环保做香机 从手心向上转为手心向下 改变困境人生 也让更多人间菩萨 持续在社会角落 行善复出 大家许黄金的科兴志台北报导 爱部分宗教在印尼的慈祭志工 去年6月的时候 曾经协助芝兰卡利村 重建清真寺 今年在村长协助下 也为当地17户的贫困人家 整修家园 开斋节前夕举办赠屋仪式 17户贫困人家 感动接下慈祭志工 送上来的钥匙 他们终于有兼过的房子 一家人可以安心为往后的日子 努力打拼 一马过去的家无法挡风挡雨 一家三代为了修屋 省吃俭用 现在省下来的钱能够做更好的打算 所以志工在去年6月 来到芝兰卡利村 修建清真寺 也有了机会了解 当地居民生活的情况 在挨家挨户仿市后 决定先为最贫困的家庭 进行房屋改建 两个月的时间 建好了他们心中最期待的家园 村长也很盼望 能够有更多的贫困村民 接受到这份帮助 在赠屋仪式过后 志工也发放了180份的开灾礼品 陪伴大家度过佳节 带新闻力气 加尔凡印尼报道 但这对母子同住一个屋檐下 却像是陌生人 广东的陈伟文 历经离婚失婚 人生低谷时曾经吸毒 49岁没有工作 封闭在家里 不愿意面对社会 她和年近80的老母交恶 志工多次前往关怀 从帮忙清扫家里开始 按住陈伟文的家烧的墙壁 屋顶脱落 家具毁损 孩子闻手机酿灾 四年来陈伟文也因抑制消沉 没修训从不打扫 陈伟文就是说 她目前因为家庭的病故 因为第一离婚 第二的话又失婚 第三的话清洗 她心情肉欲滋激的话 她开始吸毒 她说把自己封闭起来 我们就来 把她来清扫 对啊 那希望的话从家里面出发 把家庭整理干净 那内心也整理干净吧 老人呢 那么老人没做过错事 现在到这个时候我就为了她 我这搞得是没脸见人了 没办法 真不好意思 我感觉很失愧 也来为你们了 跟着清扫家里 陈伟文在志工多次互动交流 逐渐打开封闭的心 冒着炎热天气 志工出现 症属症状 心跳得很厉害 睡了一会儿现在老寒 我其实家里 搞卫生还请人搞 到这来我去办人家 其实也能迈出家门 家门去办有需要的人搞 就觉得挺有意义的 觉得想起我 交给请人在港那边 可能他比我更辛苦 爱慕拿出药油 帮身体不适的志工涂抹 原来为我 我为人能 原本支离破碎的家 洋溢护住温馨 要扫心地 不扫心地这样 空倒地 不扫心地这样 空倒地 跟姐讲说 还是给一个感恩吧 给我们的机会 让我们志工来这边 做一个本身的一个一个付出吧 那我们跟姐 还跟我们本身的那个文 到下感恩好吧 好 松丑丑丑丑来 曾经形同陌路的母子 重新接受彼此 爱唤起年迈母亲不再忧伤 儿子的心不再孤独 带一新闻 这次美志工庄严 周旭辉 齐海东 广东报导 欢庆开斋节 他们也像是大家庭 慈禁马来西亚分会 与新加坡分会 邀约穆斯林照顾户 一起到敬司堂 共度佳节 志工们定期关怀 不少人表达感恩之心 欢庆穆斯林一年中 最重要的开斋节 新加坡慈禁志工 邀约马来友族 照顾户到敬司堂团聚 拍全家福 马来人传统舞蹈表演 志工精心准备节目 让照顾户家庭享受其中 感受到一家人的温馨 我感觉我的孩子 也能够赢得到这些 你们所有人都能赢得到 所以谢谢大家 31岁的阿尔维 上台分享自己挥别病苦的故事 他在结婚前两个月 被诊断出要洗肾 后来慈禁提供援助 还经常上门关怀 让他逐渐走出人生底潮 同样也是欢庆节日的热闹氛围 在此季马来西亚分会 有70户近200位照顾户与会 志工献上新年贺礼 因为有志工的陪伴 照顾户度过生活难关 大家也乐于分享 志工的爱不分宗教 也不分亲书 透过发发活动 把大家的心紧紧细在一起 这个节气过得更有意义 大家新闻最后报道 志工一直在说 老有所用不要认老 慈禁在南非德本有8成以上 就都是上了年纪的阿嬷级志工 其中72岁的坦达西磊 住的社区距离德本 大约35公里远 5年前因为一位志工的引荐 认识慈禁 从此开始在自己的社区 积极推广慈善 前阵子他的社区 发生了水灾 力邀德本志工来做发放 后续关怀 大雨过后 72岁的阿嬷级志工坦达西磊 带着德本的志工 在自己住的克莱瓦特社区 进行极难关怀与发放 坦达西磊是这个社区的协力组长 大小事都亲力亲为 用自己的身教带动社区的年轻职工 水灾后一个月 德本志工再度来访 这一回是志工招募说明会 加入慈禁大家庭的日子 虽不长 不过坦达西磊做得比大家都勤快 希望这条路能越走越宽广 大新闻真上的志工难非报道 镜头回到台湾 为多种生物留下珍贵的足迹 雪霸国家公园历经两年 透过影像的记录来拍摄 圣灵树冠层生态 记录高达70公尺 树冠上的鸟类 昆虫 树蛙等 生物的生活习性 不但令人惊艳 也获得了四项国际奖项 在云雾飘渺间 圣灵树冠之美尽收眼底 雪霸国家公园鸟类 以鸳鸯的数量最多 捕捉到树洞里鸳鸯夫妻育儿 小鸳鸯成功离朝的成长时刻 夜间体型不到时空刻的旋采幅 穿梭在树冠间捕食 雾尽天泽的丛林 昆虫成了蝙蝠猎物 树冠层的食物链故事正在上演 我们的辖区里面没有道路的穿越 拥有非常丰富的一个中海拔的生态系统 所以来研究树冠层是非常合适的 雪霸国家公园的雪山顶峰之下 有许多植物 随着海拔高度形成了圣棱树冠 2017年启动影像记录 经过两年时间终于完成这支纪录片 影片为多种特有生物留下珍贵足迹 也在休斯顿影展获得四项国外奖项 透过镜头让人们一窥雪霸生态 及自然环境之美 大海新闻苗栗综合报道 物济启用一点都不能浪费 苦茶油的价格昂贵 然而苦茶籽在榨油之后 剩下的苦茶薄却很便宜 为了让苦茶薄物尽其用 屏东科技大学生物科学系的师生 研发了提炼后发现 苦茶薄可以清洁还有抗菌 希望推出相关产品 帮助农民的生活 小朋友开心用苦茶粉洗碗 但苦茶粉容易阻塞水管 无法成为市场清洁主流 苦茶籽榨油所剩的苦茶破 最普遍作为有机肥料 可惜市场价格却相当低廉 这苦茶破的话 通常大多是属于 就是田间房治的东西 就是可是那成本很低 然后其实经济效果很差 然后我们想说 那我们就拿这种低成本的东西 来去做提取 因为它里面很多山贴类 那些的造树 造干 为增加农民收入提升苦茶破价值 平农科技大学生物科学系师生把苦茶破进行研发提炼 果然有大发现 废弃的苦茶破里面再去把这一个有清洁成分的茶籽造素做提炼 然后我们做浓缩 然后再做一些生物活性上的评估试验 那可以去确保它的一个安全性跟一个有效性 我们发觉提取过之后 我们发觉其实不只有清洁效果 它可以尝一下起泡 可以做清洁剂 然后也可以做一些抗菌 然后抗病毒的一些效果 其实我们觉得它还可以继续研究下去 原本一公斤不到20块钱的苦茶破 经过提炼改造 现今成为上市洗脸的洗面乳 这项科技评科大正在申请专利 帮助农民也让苦茶破物尽其用 大海新闻许文林萧红树 屏东报道 大海新闻一台告一顿落井 追者二台午餐会带您了解客家文化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他们的发展过程当中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想如何透过自身专业 提高观众对应 他们都要接待外宾 和同意的利益 二台午餐会赶快来看921地震 今年届满20年 位在台中石庚的土牛客家文化馆 在地震之前是客家乡亲居住的聚落 一般称为是留家火房 地震时全倒了 灾后重建后代子孙捐出土地 新建土牛客家文化馆 除了全城客家文化 也希望后代不要忘了921的历史 而今要带您到的是台中石庚 现场交给记者张贵端 廖学姓 贵端 好的 在台中石庚的土牛客家文化馆 在全台外有很多这样的一个展览的空间 不过呢 这个土牛文化馆相当的特别 因为呢 它的前身 也就是它原子旧旨呢 其实是很多刘家当地的乡亲呢 在这边后代子孙居住的一个聚落 我们称为刘家火房 不过就在921地震的时候全岛 那么后代子孙呢 将这个土地呢捐出来 来做一个客家文化馆 虽然是原子重建 原貌重建 不过呢 增加了宣扬客家文化的一个展览空间的功能 用这样无私的心来带动后代对于客家文化的重视 我们也透过画面来看到 这整个土牛客家文化馆呢 其实非常的古朴 它是一个三合院的建筑 那么也重现了当时的原貌 而且呢 内内外外呢 都有相当多的导览的指标 那么在里面也有很多 当时的珍贵文物呢 原味成设 除了能够重现 昔日的风貌之外 也有很多平面跟多媒体的展示资料 另外呢 每年还有这边呢 会举办非常大型盛大的 刘氏宗族的祭典活动 也让呢 许多文史工作者或者是乡亲能够了解到 在地客家文化跟刘家火房的历史 并且呢 期望在921地震之后 这样的重建的意义呢 除了带给大家921 莫忘921的一个精神之外 也希望客家文化能够在地来传承发扬 我们也要来听听看呢 这个当时呢 大力促成工部门 与这个刘家子孙地方来互相合作 促成这个文化馆的前石岗乡长刘宏基 他的访问 为什么我要做这样子的民间跟公部门 去做结合呢 因为这个牵涉到整个一个文化的传承 那也只有这样子呢 才能够让老祖先带过来的大普客家文化 这个地方就是大普客家文化的发源地 土牛 然后让这个地方呢 他住的地方呢 能够保存下来 然后呢 用这样子作为推广大普客家文化的一个基地 好的 在土牛客家文化馆外面呢 您或许会看到有一整排的货柜屋 这个相当的特别 这是在921地震的时候 外界爱心捐赠 让受灾乡亲有一个临时住所的货柜屋 一直流到现在已经有20年的历史 还在路边 不过呢 这些货柜屋还是有它的用处 除了部分来作为保存留家火房的珍贵文物之外 其中呢 一间货柜屋加上铁皮搭建的 彩绘的这样的一个办公室呢 就是我们现在的石岗人家园再造协会 那么他当时是为了协助地震受创的地方来重建而成立的 不过呢 在整个重建完成之后呢 这个地方呢 已经走向社区总体营造的这一个空间 那么当时也是创会长 理事长 刘祥山一家人 地震之后临时住所 他现在无偿提供给协会来使用 虽然简单又带点客难的空间 不过留下了当时地震的历史见证 也在提醒我们呢 重建一直到现在的公共事务推动 包括了文化保存 生态跟深度旅游 他们都一直在推广 希望能够在地文化认同 一起来打拼 我们也来听听看 刘祥山理事长以及目前正在进行的这个管雅金 总体是他们在协会里面所做的努力 我们的协会也就是外来团队 我们也希望是把它在地化 然后就结合这样子 就是整个重建的过程 就有一个组织的架构 然后结合重建委员会 然后共同来商讨 如何再后的重建 很多那种重建时候的东西 就是你过了那个时期 政府可能就收回去要拆掉 对 然后我们就也保留下来 就是想说我们还是要维持那种很刻骨的精神 然后要好好把我们的社区重建 现场交换给荣轩 好 家园的重建呢 还有要复原哦 相信都需要当地的乡心的共同的团结来支持的 而当地在拳岛之后重建地又捐出来盖文化馆 后代子孙居住在哪里啊 桂端 好的 荣轩 那么在刘家的后代子孙 他们这个地呢捐出来做这个文化馆之外呢 他们其实在整个这一块聚落里面 还有祭祀工业的小些空间 那么在这边呢 也做了地震后的重建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石岗人 家园再造协会的创会理事长 刘翔山理事长来告诉我们 目前呢 他们居住的这个地方 重建的整个房屋的样式以及特色 李事长请说 好 这个重建的这个土牛客家文化馆呢 它是三合一的结合 结合既是工业 然后工部门变成这个土牛客家文化馆 另外就是外乡房的部分呢 我们还有 以前有石户 那我们就缩减成四户 所以现在这个文化馆还是有住人的 因为有人才有文化 所以等于三合一的结合 变成一个生态博物馆的方式带出来 然后新火房的部分呢 那我们就是因为住人比较多是以住的品质 那也维持这个客家庄的三合宴的样式 但是住的品质是跟过去是不一样 过去是用土砖的 那现在住的品质我们就是 二楼房 然后斜屋里的方式带出来 那也是有阶段性的 那我们在重建的过程 就是工厅先建 建完了之后再有厢房 现在有一边 龙边是两个厢房 这个湖边有一个厢房 然后会保留一些过去的这个 这个古宜居的这个部分 像排楼这个部分 很难得在地震没有倒 那我们保留这个原味 重建的部分 那么这样子重新带出来 好 谢谢刘理事长 那么刚刚呢也特别提到了 这个新火房这个部分呢 目前大家居住在这一边呢 是有一个新旧合一 传统与现代的建筑 包括当时没有倒的门楼 作为特色 加上现代的两层楼建筑 做成的一个客家的三合院的建筑 让大家在这边安居乐业 这也是呢 目前刘家子孙在新火房呢 最新的这个居住的一个房屋的样式 也具有相当的特色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在台中石缸 为大家介绍的 土牛客家文化馆 以及石缸人 家园再造协会等等 这样的特色的地方呢 也欢迎您有空来到当地走走看看 把现场交还给荣轩 好 新旧合一呢 但是一点都不为合 硬体之外 文史工作的点点滴滴的历史记录 还要靠当地的齐老 还有相亲共同来努力 让我们看到了台中石缸的 土牛客家文化馆 曾经因为大地震受损严重呢 但是现在重建 保有了传统的客家文化与文物 也谢谢贵端带给我们了解 在当地呢 这个整个重建的过程 还有精神 另外要来看到的是 环境上的维护了 台湾因为电子废弃物污染严重 环保署已经针对 被废弃电器的这个3C产品呢 把其中十九项列为 可以回收的项目 要了解 废3C的处理流程 不只是减少污染和资源再利用 也为民众把关可能发生的 各自外写 家电白白种 民众用旧不要的 却不能当成垃圾乱丢 新商品送货上门 旧家电如何处理 新机换旧机制 那就请厂商他们回收过去 会有一些金额在 只是我们都请厂商直接处理 这样会比较方便 顾客只要在我们店内 购买大型的家电 那有旧机的话 那我们可以做一个回收 废家电进入各县市清洁队 或是慈善团体的环保站 主机嘛 这电脑 这列表机 还有手机 这我们是没办法处理 我们都是一台一台的 请回收商处理 为什么废3C产品 回收业者不能分解 因为里面有液晶面板和IC板 这些物质被环保署列为 事业废弃物 不能拆开气质 最主要的污染是这个地方 这个氨气板就是重大废弃物 都是一些很高污染的东西 化学高污染的东西 要把这些贵重金属提炼出来的过程 可能就对环境产生很大的伤害 它们就会用强酸去融 肺酸它可能就会直接倾倒 然后它不要的东西就乱丢 台湾早期的五金业者用强酸和焚烧 来提炼IC板中的贵金属 剩下的废弃物 气质新竹新丰海岸 台南二人溪 高雄大平顶等地 遍及全台数千公顷 记者来到高雄调查 发现了电子废弃物污染的现在进行室 我们实际到现场来看 发现现场摆满了大量的事业废弃物 不但有刺鼻的恶臭 还有伴随着很多这种 疑似有毒的工业废水 而同样被政府列为 事业废弃物的3C零件 还有易经萤幕 它非常的稳定 所以它不会被分解 它本身会一直存在环境中 那如果3C零件吃到 就有其他病便出现 肺液精和肺IC板 曾经是业者无法处理的烫手山芋 于是环保署从2015年起 寄出肺家电回收补助方案 我们就是跟制造跟输入业者 收取回收处理费 这个费我们到底去做什么 我们会去补贴 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回收处理业者 记者所在的位置是 全台湾最大的肺三锡 和肺家电的处理场 从新竹以北的这些废弃物 几乎都运到这里来处理 一斤荧幕里面可以拆出来 一斤面板 还有这些无害物质 从液晶电视最终分离出来的 就是绿子手中的这一片 很薄的液晶面板 它们被环保署列为聚业废弃物 每一片都必须由环保人员 仔细审查把关 废液晶面板 每一片都得确实管控 避免污染 而传统的印象管电视 一面的荧光剂 同样是有害物质 需要专业的回收处理 印象管进分割室之后 用热切割方式 把面板玻璃上面的荧光剂 去吸取 白色的部分就是荧光粉 非常非常薄 这就一层而已 百年它还是会存在 在整个的环境里面 不只减少污染 过程还有一项 攸关各资的重大问题 民众报废的桌上型电脑 最终就可以分离出 记者手上的这种硬碟 我们在在处理场 可以看到非常多的这些硬碟 这里面包含了大量的各资 费3C产品中政府和民众的资料 一旦被有心人士窃取 可能危及经济和治安 为了不让里面各资 能流露出去 所以我们在硬碟的排线 这边做一个破坏动作 国内13家环保署认证的 处理业者 共同为循环经济 减少污染和保护各资而努力 但这只是后端的治标方法 根本解决之道 得回归美名民众 延长3C产品的使用年限 并且避免过度消费 老人家都喜欢碾花热草 玩玩栽培这个原液 而且透过虚拟实境 有助恢复身心的活力 目前台湾师范大学 研发了一款虚拟VR原液游戏 发明者认为这套游戏 可以让老人家更快乐 但有些问题需要改善 目前还在试验阶段 戴上VR头盔眼罩 好像置身花园温室 把植物从架上放进花盆 还要浇水 55岁的林先生 实际体验了这套虚拟重化游戏 觉得新鲜有趣 可以让我的心情觉得很快乐 而且我随时都可以玩 最重要是我随时都可以玩 82岁的北北戴上头盔 体验在花园唱歌 另外植物迷宫这项游戏 让长辈们好像在户外散步 设计给行动不便的长辈 让他们能从中获得成就 和愉快的感觉 根据发明者统计 使用者心理快乐程度 平均能提高15%到20% 那我们虚拟的原理的这样 我们希望把它虚跟实结合 但它又回到它的一个设计 它的一个以前的一个习惯的原育活动 就是让它的心境更年轻 让它的身体状态更好 有重要的娱乐 而且他们也非常非常的有兴趣 美中不足的地方 第一个就是它这个头盔 可能需要再研究 让它很喜欢戴 觉得很轻松 方便这个部分一定要改进 那另外一个加强的就是说 因为我们去虚拟实境 我们感觉很像啦 很有意义 但是那个你要让它更像的话 我们做得到就是那个味道 目前计划还在实验阶段 不过要戴上重达两公斤的虚拟头盔 对老人家来说有点吃力 另外老人家有老花眼 也要拿下眼镜 看不清楚的状况 另外虚拟视觉 也可能造成同云目线等情况 针对这些问题 业者也表示会改进 希望可以让长辈们玩得舒适 大学文成员李明华台北报道 还是要提醒您 气象局持续针对几个地方 发布大雨特报 包括基隆市新北市 台北市桃园市 苗栗县往南到嘉义市 中张头云家 这些黄通通的地区都要注意 虽然影响的范围缩小了 不过呢 要注意可能伴随的 雷急强震风 中国大陆成都举办地景涂鸦艺术节 艺术家到各大商圈 创作3D涂鸦造景 让成都就像是一座大型的 网美打卡城 新闻最后就带您一起来看看 同时感谢您收看 是谁会的 是谁会的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